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当地 水作为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是极为稀缺的资源 面对这样的自然环境 1960年 微微太行山下 开始了一场浩大的传奇工程 建造红旗渠 在那个物资匮乏 技术落后的年代里 修建红旗渠的任务可谓十分艰巨 甚至连施工用的稿头 台框都没有 然而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灵州人民凭借着立下渔公移山制 决心劈开太行山的尽头 绝壁穿石 挖渠千里 凭着自己的双手 在太行山上开凿出了一条 蜿蜒曲折的希望之渠 与悬崖峭壁上汇聚起幸福之水 实现了当地人世世代代的梦想 用血汗换来了红旗渠 无骨而流的甘泉 同时 他们也将顽强奋斗 自强不息的精神之起 插在了太行山巅 红旗渠水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一路流淌到今天 红旗渠精神也在岁月的讨喜中 愈发光彩夺目 它立足于中华大地 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历久弥新 那么 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 灵州人民是如何排除万难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在新时代下 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和弘扬 红旗渠精神呢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谢玉进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 中国精神第十三集 红旗渠精神 大家好 欢迎跟我一起走进中国精神 在河南省灵州市 坐落着一条非常著名的人工水渠 这条水渠修筑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之上 从高处俯瞰 就像一条蔚蓝色的飘带 缠绕在太行山的山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周恩来总理曾多次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 称这条水渠是新中国的一大奇迹 它就是红旗渠 一条水渠为何堪称新中国的一大奇迹呢 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红旗渠 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 到1969年7月全面完成 历时近十年 十年间几十万灵州人民 仅凭自己的双手和非常原始的工具 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之上 硬生生地抠出了一条 长达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 这条人工天河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它 第一 红旗渠是一条改变千年历史的渠 在灵州流传这样一个故事 二十世纪初 灵州西北有一个小村叫桑尔庄 全村没有一口井 吃水呢 只能到巴黎地外的黄牙泉去挑 有一年的大年三十 桑林茂老汉一大早就起床了 来到了黄牙泉 由于那年干旱 排队挑水的人又多 泉水又小 等到老汉接完水时 天都快黑了 老汉家有一个刚过门的儿媳 看到公爹天快黑了挑水还没有回来 就初春去接 见到公爹后 儿媳立马接过担子 小心地往家走 但由于天黑了 山路难走 儿媳没走几步 就不小心摔倒了 水洒了一地 老汉见状不顾一切地趴在地上 用双手往桶里捧水 但覆水难收啊 一旦水 一旦水 瞬间流了个金光 眼看公爹忙活一天的一旦水 全洒了 儿媳十分内疚 自责 全家人都没有埋怨儿媳 而是宽慰她 说先向邻居借点水 明天再去挑 但就在婆婆向邻居借水回来 煮好饺子 准备叫儿媳吃年夜饭时 却发现儿媳已经吊死在了新房的房梁之下 一家人无比悲痛 仅仅一袋水的倾覆 却将一个年轻的生命逼上了绝路 这在常人看来 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然而在灵州 因为缺水而发生的悲惨故事 却非常常见 灵州地处太行山腹地 山多水少 土薄石厚 特殊的地理和气象条件 使得这里出奇的干旱 灵州可以说远近文明的特产就是干旱 从1436年到1949年的514个春秋里 灵州十年九旱 干旱三百多年 大旱一百多年 其中大旱绝收三十八次 可以说灵州的历史 就是与旱魔不断抗争的历史 长期的缺水 让灵州人的生活苦不堪言 水贵如油 吸水如命 也成为了灵州人与水紧张关系的写照 直到红旗渠的修筑成功 从山西境内的佐章河 引水入灵州 灵州千年缺水的苦难史 才算彻底终结 第二 红旗渠是一项事所罕见的工程 著名摄影家魏德忠先生 他曾坚持十年跟踪拍摄 红旗渠的修建历程 他曾说 红旗渠是在一个不可能的时间 不可能的地方 修筑的不可思议的工程 所谓不可能的时间 指的是红旗渠启动之时 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 粮食从哪来 资金从哪来 物资从哪来 真可谓是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艰难程度可以想象 所谓不可能的地方 指的是红旗渠修筑的位置 极其险峻 红旗渠位于太行山脉东路 这个区域断层多 山势险峻 很多地方不仅没有路 甚至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 要在尚无寸无可攀 下无立足之地的悬崖峭壁之上 仅凭人的双手 和非常简单的铁锤铁签 修出取底宽8米 取墙高4.3米的渠道 简直就是一种不可能 所谓不可思议 指的是灵州人民战胜了种种不可能 最后把人工天河修成了 红旗渠全长1500公里 在修筑的过程中 削平山头1250座 凿通隧道211个 工程量非常之大 但不仅如此 红旗渠还有一项非常特殊的技术要求 那就是重坡比8000比1 什么意思呢 红旗渠的饮水点 是在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的侯壁段下 从侯壁段到灵州境内最高的风水岭 渠线必须绕着太行山的半山腰过去 全程70多公里 在那个没有大型抽水设备的年代 如何实现依靠河水重力自流 将张河水引到灵州境内呢 这是一个大难题 侯壁段的海拔是464.7米 比灵州境内最高的风水岭 仅仅高出14.7米 要实现河水自流 就必须保证 从渠首到风水岭 70多公里的渠线 渠道的重坡比不大于8000比1 也就是说 渠道每前进8公里 渠底海拔只允许下降1米 如果渠道是比值的 这样的技术要求并不算苛刻 但红旗渠恰恰是缠绕在 九曲十八转的太行山间 在那个没有先进施工工具 和测量工具的条件下 要实现这样的技术要求 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灵州人民克服了一切困难 最终把这一不可思议的人工工程 修成了 一步临陷至满卷汉荒石 缺水一直制约着灵州的发展 甚至严重影响着当地人的生存条件 但当地人仅凭一锤一千亿双手 硬是在太行山山腰的悬崖峭壁上 开凿出人工天河 红旗渠 取水长流 与山相依 具有山星水秀的独特景致 然而 比这自然风光更吸引人的 是精神上的升华与洗礼 唯有牺牲多壮志 赶叫日月 换新天 红旗渠以其独有的慷慨的赠语 和奔腾的激情 在灵州挥洒出一片灿烂的天地 红旗渠记住了一个个英雄 也记住了那个火红的年代 那么 诞生于那个火红年代的红旗渠精神 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 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 红旗渠精神的内涵呢 红旗渠的修筑成功 不仅解决了几十万人口的吃水 和五十多万亩耕地的灌溉问题 而且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伟大的红旗渠精神 1965年4月5日 红旗渠迎来了总干渠通水典礼 典礼上时任临县县委书记 杨贵做报告 报告中他动员广大民工 要继续发扬修建红旗渠总干渠的革命精神 这是红旗渠精神第一次得到命名 后来经过反复的提炼总结 红旗渠精神被概括为16个字 即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 那如何把握红旗渠精神的内涵呢 首先我们来讲红旗渠精神内涵的第一个方面 自力更生 1960年2月11日 尹章陆林工程正式启动 启动之时 灵州人民的热情是极其高涨的 但现实也是骨感的 当时的修取条件非常之差 概括起来就是三无一少 一无经验 二无技术 三无材料 经济物资又短少 在现实的困难面前 灵州人是怎么个自力更生法呢 讲到这儿 我给大家讲一个水鸭子的故事 红旗渠开工之后 设备短缺严重制约着工程的进展 当时全线仅有两台测量仪和一台水平仪 全都投放到工地上去 也是远远不够用的 这时有一位叫露营的施工员 他巧妙地提出了一种叫做水鸭子的测量工具 水鸭子的制作方法很简单 它由三块木板组成 横板用来支撑水平 锤子的两块木板上细两根细绳 然后把它放到装满水的脸棚里 用前后两根细绳对准标杆 就可以测量出所需要的数据 水鸭子的原理和制式水平仪大致相同 只是外形看起来比较简陋和土气 用它来测量曲线 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资金 而且简便一行容易掌握 就是用这样的土法 灵州的土技术员土工匠们 实现了重波比八千比一的技术要求 在整个红旗渠修建过程当中 粮食不够就用树皮野菜冲击 没有足够的炸药就自己招 没有石灰就自己烧 没有钱就派民工到外地揽工挣钱 灵州人民可谓是把自力更生发挥到了极致 接下来我们来讲红旗渠精神内涵的第二个方面 艰苦创业 在红旗渠工地流传这样一首诗 蓝天白云做棉被 大地荒草当龙毡 高山为我站岗绍 有蓝天白云 有大地荒草 有高山站岗 还有河水唱催眠曲 在今天我们的想象当中 是不是还挺有几分惬意呢 而且 这个地方不仅在想象当中是惬意的 在现实中啊 它还有一个非常华丽的名字 叫清凉宫 清凉宫就是当时几万修渠大军 住的地方 所谓清凉是因为睡在山崖之下 没有什么挡风之物 初春的太行山 山风冷得刺骨 真是够清凉的 所谓宫 只不过是当时乐观的人们 善意的玩笑罢了 当时的修渠大军 基本上是修到哪 睡到哪 挖洞子 躺牙下 砖石缝 等等都是家常便饭 临州人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修渠的 相比较住宿的艰苦而言 饥饿带来的挑战更大 当时民工们的伙食 少的时候一天只有几两 根本吃不饱 那怎么办呢 人们也是想尽各种办法 比如 马友经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三段论 马友经是时任林县副县长 也是整个红旗局工程的总指挥 有一次 红旗局特等劳模仁阳成 来到工地指挥部 他见到马友经 往杯子里放什么东西 于是呢 就过去端起杯子尝了一口 不料 咸得难以下咽 原来 马友经往杯子里放的是盐 不是白糖 任阳成就问老马 你为什么喝盐水 马友经回答说 喝盐水容易渴 渴了就得喝水 喝水就能把肚子撑饱 这就是一个工地总指挥 解决饥饿问题的三段论 当然 与吃住的艰苦相比 红旗局工程本身的艰苦 更是超出常人的想象 今天 我们如果到红旗局景区去参观 还可以看到凌空除险的表演 除险队员在悬崖峭壁间凌空飞荡 看上去令人心惊胆战 这样艰险的工作场景 在当时的修渠大军那里 就是他们的工作日常 比如除险队队长任阳成 不怕死是出了名的 在工地上就流传这样的顺口溜 除险英雄任阳成 阎王殿里报了名 任阳成就曾多次遇险 有一次 一块滚落的石头 正好砸在他的嘴里 四颗牙被砸得躺在嘴里 鲜血直流 因为当时正在除险 为完全脱落的牙齿 卡住了他的舌头 他没有办法说话 就没有办法跟上面 拉绳子的人配合 为了继续出险 任阳成用钳子 把四颗牙硬生生地拔下 然后继续忍着剧痛 在悬崖上工作了六个小时 这么艰苦 为什么还那么酱 一定要把渠修通呢 灵州人民都认定一句话 宁愿苦干 不愿苦熬 他们这代人苦干 把渠修通 就可以让子子孙孙 不再遭受缺水的煎熬 正是在这样坚强信念的支撑之下 灵州人民创造了 这一汉天洞地的人间奇迹 为修渠而死 比泰山还重 这是每一位修建红旗渠的英雄心中 都认定的一句话 泰行山赋予了灵州男人们一种豪气 同样也赋予了灵州女人们一种坚韧 她们奋不顾身 舍己为人 在红旗渠里流淌的不仅是涓涓泉水 更是一曲壮丽楷歌 红旗渠让魔力千年的民族精神 化为有形的人工天河 奔流至今 参观过红旗渠的人 都会留下这样一个印象 站在渠边只见水流 不闻水声 六十年沧海桑田 红旗渠的精神 就像那无声渠水一样 穿越时空 默默流淌 并走出大山 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在这条人工天河之上 还流传着哪些催人奋进的故事 这些故事又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红旗渠精神内涵的第三个方面 是团结协作 红旗渠工程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可以说是非常浩大的工程 没有多方的团结协作 是不可能完成的 这种团结协作 既体现在宏大处 也体现在细微处 从宏大处来看 红旗渠的修筑成功 与当时全国众市水利建设 兄弟省市鼎立支持 以及灵州上下团结一致 是密不可分的 从细微处来看 团结协作还体现在许多工程的 工艰克难上 比如 蓝河大坝的节流 蓝河大坝位于 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的侯壁段下 修筑蓝河大坝时 正是早春 冰雪未化 天寒地冻 当时张河的流水 达到每秒二十多立方米 水势凶猛 投石难存 总指挥部把节流的任务 交给了仁春公社 他们组织了五百名青壮年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 终于完成了一二级节流工程 但到龙口节流时 张河水似乎被激怒了 奔腾咆哮 非常凶猛 怎么办呢 关键时刻 四十多名青年脱衣 跳进冰冷的激流 他们手拉着手 肩并着肩 臂挽着臂 组成人墙来挡水 激流打起回旋 张河水瞬间变得平缓了 从那四十多名青年 站在冰冷激流中 喊出的口号里 我们不难读懂 什么叫团结协作 再比如 恒武牙大会战 恒武牙工程 本来是交给城关公社的 但由于施工环境 过于险恶 施工的经验不足 工程进度非常缓慢 面对这个状况 总指挥部决定 从各个公社 抽调精兵强将 在恒武牙打一场大会战 一时间 一万五千份 血战恒武牙的请战书 像雪片一般的 飞进了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最终从中 选拔了五千名 最精干的青壮年 组成了一股 团结战斗的洪流 一下子涌进了恒武牙 修渠前线 他们被编成十五个突击队 对长达三千米的恒武牙 险峰发起了新的攻势 经过五十多个昼夜的 浴血奋战 终于使洪旗局 穿过了险峰 在洪旗局工地上 竖起了一座里程碑 一座团结协作 甚万难的里程碑 洪旗局精神内涵的 第四个方面 无私奉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 流行这样一句话 母亲娇儿打东阳 妻子送狼上战场 而在洪旗局的修渠战场上 有这样一位妇女 她不仅把自己的丈夫 送上了战场 当丈夫牺牲之后 她又毅然决然地 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战场 这位妇女叫赵翠英 赵翠英的丈夫 在洪旗局启动之时 就报名参加了修渠 他们当时就在约定 说一定要把渠修通 把水带回来 但是没有想到 丈夫刚上渠两个月就牺牲了 接着赵翠英就跟儿子张满江商量 要送他到工地去修渠 紫城附临行前 对他说 孩子 你爹没有把渠修到底 你就去替他完成吧 不把水引回来 你就别回家 直到五年后 洪旗局总干渠修通 张满江才回家 中间连半天假 为了把渠修通 把水引进来 人们的无私奉献 是普遍的 他们的心里只有修渠 讲到这儿 我给大家讲一个 炮手于长征的故事 于长征是城关公社的 一名炮手 他日常干的 就是装添炸药的活 有一天 他如往常一样 用双手捧着炸药 往炮盐里装 但装了一会儿之后 为了加快速度 他就改用铁锹 产炸药 往炮盐里装 但就在他用铁锹填装的过程中 铁锹与石头撞击 蹦出了火星 火星引燃了炸药 于长征瞬间变成了一个火人 躺在地上 不省人事 经过医护人员的抢救 于长征苏醒了 他苏醒后 第一句话 问的不是自己的伤势 而是说 等好了 我还要上工地修渠 工地那么忙 活那么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观看 谁当中的观看 我们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不明镜与点栏目 将费目标准备 就是 达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如何正确看待诞生于艰苦岁月中的红旗渠精神 在新时代 我们又该如何继承与弘扬红旗渠精神呢 请继续收看特别节目《中国精神》第十三集 《红旗渠精神》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红旗渠精神的感召下 灵州人民奋发有为 走过了战太行 初太行 复太行 美太行的创业四部曲 给灵州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 灵州已经发展成为 河南省经济实力最强的县级市之一 红旗渠精神不只存在于灵州那个地理单元里 它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血脉里 红旗渠精神 同红船精神 井甘山精神 长征精神等一道 为中华民族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 提供着磅礴的精神力量 以上可以说是红旗渠精神的 灵州意义 中国意义 讲到这儿 有学生就曾经在课堂上问我 老师 那我该如何把握 红旗渠精神的个人意义呢 我是这么回复学生的 在红旗渠青年群像中 认识时代担当 从红旗渠青年榜样身上 汲取成长智慧 这就是红旗渠精神最突出的个人意义 要理解这种个人意义 可以从两个方面着力 一是要了解红旗渠工程中的青年群体 回溯历史 红旗渠工地上 从来不缺乏青年人的身影 红旗渠汇聚了无穷的青春力量 凝聚了许许多多的青春的热血与生命 比如说青年洞 这样一个以青年命名的咽喉工程 就是由三百名青年 经过十七个月的浴血奋战 修筑而成的 再比如 在红旗渠工地上 非常著名的郭秋英铁姑娘队 青衣色的孩 他们平时在家里 看见一只老鼠都吓得嗷嗷叫 但是到了红旗渠的工地上 他们却跟男童子一样 轮垂打牵大干苦干 一个一个都变成了 天不怕地不怕的铁姑娘 红旗渠上的青年们 不仅是红旗渠工程的重要建设者 更是红旗渠精神的核心缔造者 今天的青年们应该向他们致敬 向敢担当有作为 创奇迹的他们学习 进而自觉地承担起 新时代的时代责任 只有这样 才能处理好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才能借助于时代的舞台 在担当中历练 在尽责中成长 第二呢 是要学习 红旗渠青年中的典型人物 我常给学生讲的是 吴祖泰的案例 吴祖泰 二十六岁就成为了 红旗渠工程的总设计师 吴祖泰是怎么做到的呢 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 他为了梦想果断取舍 吴祖泰从河南省 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毕业之后 一直在新乡地区水利局工作 有一次他到灵州调研 调研过程当中 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缺水 而且当地呢 正在酝酿 引章 陆林工程 这个时候 吴祖泰就暗下决心 一定要做这项工程 后来他就主动要求 放弃中心城市的生活 调到当时偏僻 而且条件非常艰苦的 灵州去工作 其二 他理论联系实践 在干中学 吴祖泰虽然是水利科班出身 但是在学校所学的都是理论 理论能不能管用 还得到实践当中去看 所以吴祖泰特别注重实践 他一天到晚的跟民工 不要命的在工地大干苦干 他说 许多事情 不跟民工在施工现场 一块摔打就弄不成 有一次 吴祖泰在测量曲线 水平仪在悬崖边 找不到合适的支点 吴祖泰就让人用绳子 把自己吊在悬崖边 然后把水平仪的两个支点 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来测出曲线 就是这样 在干中学 吴祖泰用最短的时间 拿出了红旗旗工程的设计方案 而且是三套方案 其三 他敢于担当 无私奉献 他这样的担保 是因为他做了无比扎实的科学的工作 在整个过程当中 吴祖泰全身心地铺在工地上 连自己的结婚大事都一拖再拖 先后三次延后婚期 新婚不久 妻子却不幸遇难了 悲痛万分的吴祖泰 在埋葬好妻子后 第一时间又回到了工地上 直到他遭遇碎洞塌方 不幸遇难 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27岁 这就是吴祖泰 他把自己的毕生智慧 毕生追求和整个生命 都献给了红旗曲 学习吴祖泰 就是要学习他的足梦精神 实践精神 担当精神和奉献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 在谈到红旗曲精神时指出 红旗曲精神 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 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 我想 红旗曲精神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 根本就在于这种精神 已融入一代一代青年的精神血脉之中 他们在伟大精神的感召下 身气勃发 高歌猛进 永久奋斗 正成为驱动中华民族 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 磅礴力量 谢谢大家